《罗刹海事》 是一个颠倒是非黑白 以丑为美 以恶为善的地方 在那里 道德败坏的人身居高位 丑陋不堪的人备受追捧 一天 一名叫马记的美少年 在出海经商时 被风浪卷到罗刹国 在其间被认为绝丑之人 沦落到在脸上涂玫瑰 以求生存的地步 蒲松林满指荒唐言 看似只是讲述了一个 离奇的神怪故事 实际世界马记的经历 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现状的不满 根植于这样一个故事 《罗刹海事》的基调可想而知 《刀狼》一腔挥鞋的靠山调 将充满双关与隐喻的唱词 唯唯而谈 仿佛以滑稽之言 针边石壁的东方朔 吟唱之间 揭露当今社会 许多乱象于无形 然而 有人认为《刀狼》 这首歌实际 是在隐晦地讲述自己 曾经被纳英 杨坤等人打压一事 如《纳幼鸟》暗示纳英 马护在讽刺杨坤向驴 而纳成沟兰从来扮高雅 自古好威名的公公 则是暗指曾称 沟兰古时是高雅场所的高小松 《刀狼》与纳英等人的恩怨 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在大家的印象里 《刀狼》是被纳英众人排挤 导致多年以来 一直处于半隐退状态的可怜歌手 众所周知 当年《刀狼》平一首 2002年的第一场雪 火遍全国 一时间到处都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 他的唱片数以百万计的卖出 成了当之无愧的百姓们最喜爱的歌手 可是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纳英 杨坤公开发表对刀狼的歌没有审美观点 在KTV唱《刀狼》的歌的人都是农民 还说 要是刀狼能上春晚 他当场砸电视 这些言论 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营造了刀狼受害者的形象 纳英等人恶人的形象 让十几年来 人们只要一提到刀狼 必然会把纳英也拉出来审判一番 然而 事实果真如此吗 被口诛笔伐的背后 是一口纳英背了13年的黑锅 纳英刀狼纠葛的真相和原因 实际上 在网上能找到的纳英评价刀狼的影像资料 只有当时刀狼入围十大影响力歌手时 媒体对他的采访 当时 作为评委的纳英被问到如何看待刀狼入围 他说他认为 刀狼榜上有名不合适 因为他的歌曲音乐性差 没有审美价值 他又补充 可是刀狼的歌卖的确实好 这点无可置会 所以 他并没有否认刀狼的成功 只是从他个人角度来看 刀狼的歌曲缺乏审美 此外 他还用刘欢和刀狼做比较 说 如果他们两个一同去奥运会现场的话 那么 他一定站在刘欢的那一边 此外 关于纳英说在KTV里唱刀狼的歌的人都是农民工也只能算是传言 因为没有具体的视频或者书面证据来证明纳英真的说了这番话 唯一可靠的是十多年以前一篇网络文章 并不十分具有可靠性 纳英一直以来都以心知口快的老大姐形象诗人 她的率直也为网友贡献了许多欢乐和笑料 最为著名的可能是她被问到如何看待张子怡做中国最强音的导师 时的那番话 她带不出来冠军 隔行如隔山 我祝她成功吧 连张子怡这样的大咖她都敢实名内涵 更何况当年在乐坛地位远不如她的刀狼呢 由此可见 当时纳英评价刀狼音乐的那番话 并不是由于她对刀狼深恶痛绝或者是想打压刀狼 更可能的是因为她天性如此 有什么就说什么 心知口快 导致话听起来有些直白露骨 如果说 作为外人 听到纳英的这些言论 虽然未能完全了解事情真相 根据直言片语 联想到纳英在打击排挤刀狼也情有可原 可是 以前刀狼曾经亲自辟谣过 只不过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一次访谈中 主持人询问刀狼是否知道纳英说自己的歌是农民听的 如果刀狼顺着她的台阶下 或者默不作答的话都能引起一大波的同情 也能侧面证实纳英曾经说过这些话 可刀狼反而反问记者 你亲耳听到她说了吗 记者说只是有媒体这样报道过 然后刀狼非常大度地说 那就是空穴来风吗 由此可见 纳英的这番言论的确很可能是一些媒体为了蹭热度而编造出来的 而且说刀狼是因为纳英等人的阻挠才隐退江湖的说法更为荒命 因为刀狼其实从来都没有彻底推出乐坛 他只是转为幕后更多地从事新人培养或歌曲创作的工作 除了新发布的专辑《山歌料灾》外 他最近几年都有陆陆续续的发行新作品 并不是查无此人的状态 那么有人就不解了 平白无故受了这么多年的骂名 纳英为何从不曾站出来反驳澄清呢 其实站在纳英的地位 这些流言蜚语对他来说应该都不重要了 而且人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 就算他站出来澄清 又有多少人真的会相信呢 其实让我们抛开成见和私人情绪仔细体会一下纳英所说的话 会发现他说的不无道理 刀狼从来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音乐教育 只是凭朗朗上口的旋律和充满沧桑感的歌词唱腔 让广大百姓产生共鸣 才获得如此成功 对于文工团出身 后又败在古剑分门下学音乐的纳英来说 刀狼的成名无疑是令人疑惑的 而汪峰出身于音乐世家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 杨坤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 高晓松更是出身书香门第 考上过清华大学的主 他们这些学院派一致认为 刀狼的歌不怎么样 也是情有可原 说到这里 其实前三位也并没有和纳英组建小团体 来处处打压刀狼 他们只是一起参加了 中国好声音 又或多或少地流传出了 对刀狼的看法 引发网友们的联想罢了 毕竟立场不同 看到的世界也就不一样 草根出身的刀狼 音乐对他来说 不是阳春白雪 创作也不是精致复杂的公式 他全凭兴趣 坚持和与生俱来的天赋 创造出了筷制人口的作品 而刀狼现在的成功 和他的经历不无关系 众多网友为证明纳英的清白 翻找多重证据后 发现大鹏曾在节目中讲过这句话 认为造谣源头是大鹏 随后 大鹏的粉丝又找了传播时间线更早的证据 表示造谣源头并非大鹏 根据粉丝罗列的时间线 会发现大鹏节目播出要比新闻报道晚十来天 这期节目是在2010年4月1号上线播出 而在这之前多家媒体已经报道过相关内容 据悉 大鹏那档节目是于评类栏目 作为主持人 经常会点评娱乐热点 当时那英赤听刀狼歌的人是农民正式热门话题 大鹏也是谈论点评到了此话题 先来看知名媒体的报道 最早是在2010年3月21日 该报以那英当评委也很毒舌 听刀狼歌的都是农民媒体发表了报道 当中明确提到那英的这番言论引发了网友不满 还提及了组委会的辟谣 当时 媒体联系那英经纪人要对方做出解释 但经纪人一直不接电话 而活动主办方对外称都是误会 并强调那英没有那个意思 也并不是特定指代某人 还透露那英得知此事后也很委屈 从那英经纪人级组委会的反应来说 确实不太寻常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一句话的事 绕了半天也没回答重点 在另外一份报纸报道里 有提到音乐风云榜评委会会议是在2010年3月18日召开 当日那英反对草根歌手刀狼入围 抛出了令人愤怒的农民论点 网友要求其道歉 质疑他歧视农民 除了震惊的媒体报道 网络上最早流传听刀狼歌的都是农民的另外一个时间点 是3月19日 也就是那英等评委开完讨论会之后的一天 根据大鹏粉丝巴皮的时间地点 发现这两个论坛发布时间及内容一致 引用的都是同一篇新闻报道 该网址目前已失效 据当时的网友贴文称 那英反对刀狼入围说了狠话 表示去KTV里点唱刀狼歌曲的都是农民 当时 那英的这句话就在刀狼粉丝论坛 引起了热烈反响 不少粉丝直接发文对那英表示刀狼比你强 他们不仅从那英的作品队 还上升到了思想格局 让那英不要忘本 斥责那英当年去台湾省发展的时候 就被人当作山里的农民 没想要摇身一变 又看不起其他人了 还有一些有学识的粉丝称刀狼的歌词 直书兄弟 销量好 传唱度高就说明歌好 如果只凭借小众音乐评价喜好判断好坏 那太不公平 盘了这么久远的时间线 说实话 要想知道 那英本人是否说了这句话 只光从纸面媒体报道 查询 真相很难 而那英若是想要堵住网友的口 那必须本人出面澄清回应 而不是像当年一样避而不谈 那英在互联网或者综艺节目里的人设 都是敢作敢为 那么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应一下 若是谣言就赶紧辟谣 不要再让他蔓延下去 刀狼带领乐队四处流浪 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中国 后来他陷入了爱情 面对妻子渐渐聋起来到肚子 他既兴奋又无能为力 因为那时的他收入还很不稳定 虽然下定决心要给妻儿带来好的生活 可他始终没有出头的机会 也因为如此 妻子在生小孩子四十天后不辞而别 刀狼十分悲伤 还因此大病了一场 后来他遇到了第二任妻子 心中的悲痛被稍稍抚平 在和妻子去西北旅行时 他被广袤无垠的黄土地感动 写下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 谁知这首质朴到有些粗糙的歌曲 一经发行就大火 刀狼终于苦尽甘来 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之后他又创作了 披着羊皮的狼 西海情歌等优秀的作品 让刀狼这个名字 彻底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大火之后 他却依然不爱抛头露面 给人以神秘的印象 许多年过去 人们记忆中的刀狼 还是那个戴着鸭舌帽 有着朴素真诚笑容的青年 虽然刀狼转到幕后 但他对音乐的追求始终没有停止 多年以来 他发行了无数张专辑 虽然不如前几张专辑那般受欢迎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于音乐的用心 近几年刀狼发行的几张专辑 做的全部都是整张的概念 在曲风上 他也不单单拘泥于名歌 而是努力创新 将中国的传统歌曲 与外国的风格结合 制作上他 基本也轻力轻为 可以说是非常有追求了 因专业性不够而被嘲笑过 于是努力使自己变得更专业 在热爱的领域不断耕耘 刀狼即使不是学院派出身 也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音乐人 刀狼与那英的矛盾 并非商业竞争之间的矛盾 而是两人风格不同 立场不同 所导致的差异 作为两大实力歌手 那英和刀狼各有可取之处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风格和爱好 相互欣赏 相互理解 让华语乐坛百花齐放 而不是断章取义来制造争端 就不说实在这一切都可以用来制造争端的方法 在一定程度的方法 这个人的方法 就是要开始做争端的方法 但是大家应该变成了